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因为我太太 对我的生活上 还有我的生命中 帮助非常非常的多 我想 如果没有她 我最近遇到 还有我这一两年 遇到的事情 我或许很难真的过去 所以我在这里 借着在台上的机会 谢谢她 对 你最近上的这个天国 福音课有什么突破 关于我想对我来说 就是牧师长的突破 还有恩典 还有什么神迹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三样事情 应该算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说我书上有写到 我们上了课书上有写到说 人要如何的改变呢 我有就是说故事 重新要改写 重新编排 我们才会改变 那过去 我在我信基督教以后 我曾经跟牧师提过说 我都希望说 能够有一天 像遇到保罗那样状况 就一个光照我 然后从马上跌下来 然后大概眼睛看不见 三天以后 我就改变了这样子 那我一直在期待 我在等待 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想说 耶稣可能想说 我这可能经不起衰 然后我的心 我的那个心智不够那么坚强 可能三天这样 我可能会受不了就崩溃了 那我想这中间 不过就是说 在这中间的改变呢 我想对我来说 不是一瞬间就很改变 那尤其我们在上了这个课程以后 我就有 我比较更有多的机会 去省思 就是说 我生命中所面对到的一切 那过去 我是一个个性非常急躁 然后很容易暴怒的人 比如说父母念两句 我就很容易想要顶嘴顶回去 然后回话这样 那小孩讲的话呢 我听得不喜欢又怎样 我都会想要很快地去制止他们 那就是说 赶快把我的那个观念 加注在他身上 那尤其像在课程上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你为什么很容易发怒 就是说因为你觉得你掌控不了 那你想要控制 那你会惧怕 那我就想说 从这边 我学到就是说 我现在开始遇到的事情 我就要提醒我自己说 我要先安静 然后先祷告 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给对方一点时间 那这渐渐渐渐渐渐慢慢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吃快就会碰我 那事情多一点空间 多一点时间 或许就会改变 就会转还 那至于说 我有没有遇到什么 类似神迹奇事啊什么 我想很多弟兄 或者是弟兄姐妹都有见证说 他们都能够有 遇到一些神迹奇事 能够有很及时啊 或者很迅速 或者是在短期间有什么改变 那坦白说 我觉得就是说 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 或许不是三天两天 那就像说 我们头我们脑 到心脏这边 大概是15寸的距离 那英文叫做 15 inches drop 那我想说 或许我不是一下子 就可能从这里能够达到这里 那我或许就是说 我们上个课程 然后就是牧师的教导以后 我可能降个一寸两寸 或许在某一天 未来的某一天 那我回想起来的时候 那人家说 回来的你做得还不错 你越来越像个基督徒了 那我想说 或许这就是神在我身上 做的神迹奇事 它或许不是 短期间马上就发生 但是慢慢的改变 这也是神 对我的一个神迹奇事 对我的一个恩典 改变很慢 但是有在改变 我其实一直发现他 我一见到他 就跟他讲说 Fred 你是牧师 他的太太是牧师梁 不是牧师的梁 是牧师梁 他都会觉得很怪 因为 其实这样 他太太是一个非常 EQ非常好的人 然后每天都会在 一个复杂的环境 把那个环境弄得 非常的平安喜乐 我们有个小家在礼拜六 凡是他们有空来参加的时候 他就很 那个小家就充满喜乐 而且充满了美好的食物 你知道吗 对 其实看到他在突破 在改变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要刚强壮胆 不要怕 你是牧师 他还是不太敢相信 那么九个月份开始 我就会带他出来 做传道的工作 他太太说 带他去吧 我想在这里 我还是要谢谢那个牧师 还有就是说 同工 就是各位同工的 那个努力帮忙 让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能够上这个课程 因为毕竟像说 以牧师的年纪 其实很多同年龄的牧师 都已经退休了 然后都已经想要去享幸福 但是我们牧师就是说 他还是想要说 吉利的 然后就是说 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成为这个天国的子民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 就是说 从天国福音的那个实践者开始 然后在经过牧师的教导 经过牧师的训练以后 我们有机会都能成功 去帮助别人 成为神的仆人 成为一个天国福音的一个工作者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拍手一样 谢谢